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宝宝旁边也是有大的癌丝 这个癌丝也是很极实 同时在癌丝的旁边也有树 你要吸把树去画出来 这些树你画的时候用病也要很作迫 现在是小 因为这些树很极实 你用病一定要很扎实 先把树画出来 有的树是把这个刨布的水里要干住一点 不要紧 这样倒是有一种害羞感 你可以圈上它的丰肃的叶子 切剥好了以后再填上颜色 上面是点叶 下面是圈颜 这是一种变化 下面是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泡布下面 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水屋 这个水屋在癌色的底下回动 所以我们不要画到底 一般你看见大的泡布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的 其实上面还有一个 意味出色的平地 一个西楼 大的西楼 大的湖楼一样的 从这里 那么在中国画里面 都是这样表达的 上面一些来龙其脉的西楼 那个湖楼 我这大的江也是这样的 到了一定的结压的地方 一下而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的来龙其脉画出来 有味道 在西洋画就是住在画 这看到从天上挂下来一样 后面的一些来龙其脉没有画出来 中国画可以好像在天上挂下来一样的 这就是中国画的特色 上面的来龙其脉也要画出来 当然它上面的也是很快快的一种西楼 我这一只小的江河 到达了这里截别的地方 画的时候呢 不能很施压的 也要有一种抖动感 当然这种抖动感 不要故意很随便的一种 一种起伏一下 很随便的起伏一下 它是一层一层的水流 这个你画的时候要小心 不能乱 不能乱 这个线条呢 也不能太整齐 也不能太乱 乱七八糟了呢 又不行了 中间呢 也可以带一下 从下面再画 现在呢 这个水无啊 在飘通 这里呢 留稀一点 等会把酸物啊 酸软把它软出来 把它软出来 上面呢 再勾上几笔 从这里奔下过来的 水嘛 水嘛呢 你也不能太均匀 也要有壁画 现在呢 横幅着啊 啊 这里也啊 从这个方向 又载着过来 这样载着过来 上面还有 那么 说明它的 圆圆楼长 圆圆楼长 在上面还有 显得很丰富的 画面呢 就是很优烈 所以很有味道了 这里呢 可以点上一些树木 叠的时候也是值得 不能晃啊 不能晃过来 值得 带在里面啊 带在里面啊 也在这种胶 稍微 下面 放一点 但是不能太多 后面要 朦朦胧胧胧的啊 用清水 带着水 带着大了 很随意 这里呢 也很随意的 现在呢 上面呢 很深奥 幽深 这个 怎样 朦朦胧胧的 不能太清 不能太清 怎样 只要看得出啊 它在上面 以为求着的过来 再点上一些啊 弹点啊 像树木一样 看起来很幽幽充充的 看起来很幽幽充充的 好 在袍布的中间呢 也要用些带着水 混一下 现在呢 很复杂 很厚 中间呢 也用清水 这样点混一下 中间呢 楼上一些云栏 在浮动 下面呢 也是这样 因为在大堡布 大的跑步下面呢 又有个七楼啊 这个七楼在 浮动的时候 水分很多 所以很白的一层 所以很白的一层 这层七楼呢 我在黄瓜寺 鲍布这个地方 看到 一层一层的 气势磅布 相当厉害 所以呢 所以呢 画这个大堡布呢 就是要画出它的气势来 下面呢 画一会大的舌头 有点分量 有点分量 那么这里呢 也要带带屋 把它衍生开去 在泡布下面呢 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有很用力的 画几个大的水屋 水就轻无了 你看 这样 一层一层的 这个卸条要很有力 这里来引转一下 看得出 下面的壁处还是看得出 这个要留到一点 留白 一层一层的 盖了以后 就很明显了 这样呢 现在很有分量 那么你在 这个 摄影艾山上面的 被门还没有干的时候呢 提上颜色 实际上那个 门更是呢 融纹才一层 刮青啊 再拼上藤黄 绿一点 那么好像太绿了呢 再放进门 再放进门 变成智乐 在这个部分 点上 这里也夹 这儿 带直大 你就在那个 主要的骨细方面呢 留开一点白 空外 空外 要留开啊 最后呢慢慢的把它腌掉 现在定型了 把它定型 这些线条不要破坏它 你看 你看我是 这里一点点 这里一点点 你要顾起大旧 这里好像是 西的地方好像是太多了 那么多点 这里好像还多 再来一点 差不多了 所以你这眼睛要顾起整个画面的 气势都要顾到 那么溜的差不多了 那么再用藤黄 藤黄里面呢 也这一方 跟溜的也调和一下 也好 再亮不 扫上几遍 这个亮点还要留错啊 这个亮点还要留错啊 最后看情况 需要就一直留着呢 不需要把它乱掉 最后呢 在这个树上 清上颜料 扎实啊 跟那个 猪标啊 红在一起 点上 让它慢慢的 红到这里 这样 小心 不要它糊得太厉害 可以了 点上几遍 嗯 在它的树盖上 也要补上啊 扎实 那么这个 袍布呢 还不够浑厚啊 那么 你呢也用 扎实啊 带嘛 旁边呢 再 混一下 中间也可以 混一下 直接混一下 下面呢也可以 混一下啊 用的花青 混一下 上面呢 这个 一层一层的呢 里面呢 你也可以有的花青 哎 这样 现在深层一点 哎 哎 这个 线条里面啊 也要加一层 哎 这样现在还秀一点 哎 这样 好 啊 啊 基本上这个大的气势已经出来了 哎 哎 我们啊 这幅呢已经好了啊 啊 接下去呢 我们再换一幅啊 同学们 刚才呢 我画大薄布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画那个 十凉的飞豹 啊 看一下 这个画布上这一幅呢 十凉啊 后面有 跑步啊 飞下来 那么这种画法呢 看看很幅度 其实呢 比刚才的大豹布呢 要容易得多 因为呢 它比较简单 啊 就是把十凉 现成了 后面的一个 跑步呢 挂下来 就是啊 那么我们来画一下啊 我们先把十凉呢 定下来 在中间 画出来啊 十凉的画法呢 也是挺有味道的啊 像画一棵树一样的 你看 像画白树也是这样的 它的基底 哎 舌头的基底 哎 你看啊 把它勾出来了 那么 中间呢 好像是一个洞一样的 哎 这里呢 画上 哎 十遍啊 前面可以浓一点 哎 哎 在那个 十凉的旁边呢 还有道路哎 这条路呢 可以走到上面去啊 走到十凉上面走过去啊 所以这也是一种 很有前期的一种画法哎 在浙江的那个天堂山哎 有这么一个景点 这里有道路哎 那么画这个道路呢 你也要有 稀稀实实的哎 不论一条一条的画得很整齐哎 也要有壁画哎 嗯 嗯 这里呢 看不见了啊 那么 路呢 在这里游出来了哎 要灰印灰叶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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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画得很简单一点哎 嗯 因为主要是图上那个 嗯 飞梁啊 嗯 嗯 嗯 那个这个水梁像飞过去一样的 所以一般孩子叫他飞梁也叫的 嗯 那么这里呢 也隐隐压压的 要画一点云 首先它是一股来气了 它呢 也要把它勾出来 勾的时候呢 也是一台一台的 很铺热的 非常铺饰 你看 这里可以画浓一点 因为是在飞凉的 下面 浓一点 但是这个 这个飞凉的 下面呢 你要空 否则它的饰 炫不出来 这样会高一点 上面 因为这里怎么高 不能平 要有称赐 要有上上下下的 这就是变化 那么这个 跑步呢 就这样挂下来 一楼一楼的 滚下来 这里呢 也要有几层 画上几层 再一层 再画上一层 会看出它的来龙气脉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画上去了 要用 代目水混一下 把这个飞凉的 饰要留出来 把它留出来 这样 跑步呢 下面再 衍生下去 在这上面呢 可以点一 灰木 点一下 现在冲冲农农的 这里可以点 下面的用笔 可以重一点 浓一点 可以重一点 浓一点 现在使用代目水 红一下 这里面呢 留的空白 然后它吸一下 因为这里 飞凉的 过度的地方呢 也有个室 这里不能把它搞掉 那你看 这里也有个室 沉住 沉住 这样一混以后呢 在这里面让它幽深过起来 用幽深过起来 我不能再混一下 淡满水 这样就可以了 有时候也可以用水嘛 不再颜色 会用水嘛 让它很雅致 用水嘛 这个地方呢 你应该用淡满来混一下 趁它设置的时候呢 会用胶满这里呢 再铺一下 好 同学们 你们看啊 这个石梁的飞报呢 就出来了啊 我们呢 这一节呢 就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 我要叫大家呢 画江海步道 江海步道呢 是比这个还难画 那么当然呢 我相信呢 一定能 大家能够能修好的 我看起来呢 那我看起来呢 我看起来呢 我看起来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